主上還不追究此事 這所有的事情 明明就是因他而起的 你這張嘴 什麼都敢說 你小心禍從口出 這些事情都輪不到我們管 好在演薩格還能勸上幾句 否則真不知如何受懲 這些日子 他為了明以兄妹三人的事情 費盡心力 疲於奔命 徹夜難眠 實在辛苦 主上只知道一致作惡 太平王就會跟在他後面 給他收拾殘取 他們畢竟是兄弟 兄弟又怎麼了 太祖太宗學南朝理政 讓七丹人的生活過得越來越好 他卻在那兒說 可以放棄幽雲十六周 如此敗壞太祖太宗打下的江山 這就是千錯萬錯 太平王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遲早 也會丟盡得人心 燕燕 治國本來也不是只有一種方式 我們七丹八部 歷來都是在草原游牧 草原才是我們的根本 這幾年為了幽雲十六周 我們和南朝打了多少仗 主上現在說要放棄幽雲十六周 就是不想看到那麼多的士兵 無辜枉死 怎麼會是無辜枉死呢 若不是有幽雲十六周 我們大寮還不會像今日這般興盛呢 眼薩閣 該不會也是這麼想的吧 如果是這麼想的話 那還真是跟主上是親兄弟 主上不僅是他大哥 更對他恩重如山 這麼多年來 眼薩閣已經盡力勸說主上了 大姐 你變了 從前你也覺得主上暴力 可是自打你嫁給眼薩閣之後 你卻站到了他們那邊 我只是理解他的心情 手足心情是這世上 最難割捨的牽絆 就好像你和烏湖裡 做錯了事情 便是旁人罵你們千句百句 我都是要 護著你們的 可是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啊 就算是手足親切也沒有用 你該不會是因為喜歡上了眼薩閣 所以才替他說話吧 燕燕 我嫁給了他 他是我丈夫 我還能說他不好嗎 那 如果我們家裡人 和眼薩閣相比呢 在我心裡 這世上最重要的就是爹 和你們這兩個妹妹 難道你不相信我嗎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是不相信 不相信那個眼薩閣 你今天怎麼吃吃烏烏的呢 出了什麼事啊 是不是習隱又惹是生非 連累無辜了 沒有啊 不是不是不是 那我現在自己去問他好了 大姐 大姐 不要去 不要去 那你快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呀 那我要是告訴你 你可千萬不要告訴眼薩閣 說啊 我鼓勵又喜了 真的 他就是怕眼薩閣對他的孩子不利 所以才瞞著不敢說 這個傻丫頭 肯定是受了 吸引的挑唆 把我這個大姐當成敵人防備了 他也不想一想 眼薩閣和他 哪個更重要 我這個姐姐是為了誰 重慶的 不是了大姐 二姐她不是不信你 她是不信那個眼薩閣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放心什麼呀 姐夫好 小丫頭 是不是背著我說什麼悄悄話 怕讓我聽到啊 沒有 再說你一個大男人 聽什麼小丫頭說悄悄話 聽了你也不懂 這丫頭喜事將盡 我為她的嫁轉忙前忙後的 你們卻在背後說我的悄悄話 你們姐妹倆呀 那謝謝姐夫了 謝謝大姐 我先走了 這丫頭 這丫頭 爺爺一直都怕你 剛才在背後說了幾句抱怨的話 現在看見你就心虛了 我一猜就知道 我能跟她計較嗎 走 去看看我給她添止的假裝